今年上半年,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.1%,增速较1至5月提高0.7个百分点,工业投资增势强劲增长47.5%,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54.2%,高技术产业投资活跃,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56.3%,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投资增长66.3%,大幅增长的工业投资夯实了制造业底盘, 制造业投资是实体经济供给能力形成的基础和先行指标。上半年,深圳围绕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建设,重点企业总部项目加快落地实施。 共有134个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,投资超50亿的重大项目有32个。一批战略性引领性项目将培育出新的增长点, 开辟发展新领域、新赛道,不断塑造深圳发展的新动能、新优势。 我们上半年,产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,这就代表信心在快速地恢复。 另一方面,固定资产投资在未来也会形成强大的产能。 对深圳来讲,特别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投资在快速地增长, 那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形成高质量的产能,推动我们整体的产业加快转型升级。 包含蓝风压